大家好,我是李鸿蟹 感謝看到我的影片 今天我來講一講用了Apple Watch 5 半年的感覺 就拿Smart Watch 來說 就是Apple Watch 我現在用的是 Apple Watch 5 44mm 鋁金屬 GPS Model 首先,Apple Watch這樣分為 鋁金屬、不鏽鋼、GPS和行動網路 40mm和44mm 我剛剛提了,這是鋁金屬 這個比較便宜 更輕 邊框是以鋁金屬製作的 可以挑GPS或者行動網路 另一方面 不鏽鋼呢?更好看 不過很貴 那我們想知道在GPS和行動網路當中 買哪個好 就拿行動網路來說 把iPhone放在房間裡 出去也用Apple Watch可以收到 電話、LINE、短信等等 而且用音樂APP可以聽音樂 但是,就拿GPS來說 把iPhone放在房間裡出去的話 什麼也做不了 說一句話 沒有iPhone這只是手錶而已 反正按照你的生活方式 買你需要的Apple Watch 還有,現在Apple Watch的Lineup 是有AOD功能的Apple Watch 6 沒有AOD功能的更便宜的Apple Watch SE 最後,以前相似的Apple Watch 3 Apple Watch 6和SE有什麼差異? 不但價格不一樣 而且功能也不一樣 SE沒有AOD和新電圖記錄 有AOD這樣的感覺 沒有AOD這樣的感覺 反正開P AOD功能的話 電池更快減少 所以我認為 如果你不需要AOD功能的話 購買SE也足夠了 那我從現在起 開始講對於Apple Watch 我們需不需要Apple Watch? Apple Watch真的好嗎? 我用了它半年多了 我覺得有的話很好 沒有也沒有問題 可有的話很好 可我們不要忘記 我們知道這是Smart Watch 可它基本上 它是一個手錶 它有各式各樣的功能 可最重要的是 看時間 此外通知 記錄運動 聽音樂左右 對我來說 我只用了幾個功能 當然隨著你的要求 會用更有用的功能 那我們先看它的款式 44mm 鋁金屬長得像這樣 它有40mm和44mm 對一般的男性來說 買44mm很搭配 當然我的數碗很薄 可為什麼買44mm 因為液晶小的話 很難念裡面的內容 數碗薄的人 帶44mm的時候 這樣的感覺 鋁金屬的優點是 很輕 對傷痕很強 在旁邊有一個按鈕 和Digital Crown 平時我把它這樣 帶在右手 如果你帶在左手的話 這樣帶也沒問題 在後邊有一個Sensor 還有它的錶帶種類很多 而且換錶帶的方式很方便 按下後面的按鈕 這樣卸下就行 然後滑入這樣的方法 很簡單吧 別帶呢 除了蘋果公司賣的產品之外 很多公司賣各種各樣的表帶 按照你的興趣買就行 這是它的基本畫面 往下滑出現通知 往下滑出現控制中心 首先第一次這是WiFi 下次是找出你的iPhone iPhone會降臨 讓你找到它的位置 這是電池 這裡有相電模式 下次是靈音模式 這是劇院模式 在電影院可以避免Apple 7螢幕 在抬起手腕時開闢 讓它保持黑屏 這是一個很有用的功能 然後 這個下次是 這是誤勞模式 然後這是睡眠模式 這是鎖電筒模式 比想像很亮 然後 這是飛航模式 下次是隨中鎖定 開皮的話 有用的時候 不被操作 解鎖的方法是 轉動Digital Crown 這是 以震動排除裡面的水分 最後是可以挑 Audio Device 我想告訴一個事情 Apple Watch不是完全防水 按照Apple的公式發表 它是50米生活防水等級 你可以用Apple Watch 在泳池或海中游泳等潛水活動 可潛水滑水的時候不能用Apple Watch 而且帶著Apple Watch可以洗澡 可不要讓它接觸到 shampoo、body wash等等 這可能會危險 最好的是洗澡的時候把它再下 反正長時間按下基本畫面可以換Watch Face 在Apple Watch上可以追加Watch Face 可用在iPhone的Watch App 追加的話更舒服 Watch Face的種類也很多 按照每天早上的心情更換Watch Face 這是很好 在基本畫面 按下Digital Crown的話 出現一些App 大部分的App是跟iPhone有關係的 在這裡我想給你們看的是照相機APP 用iPhone拍照片的時候 以Apple Watch操作拍照片 這是非常有用的功能之一 還有幾個健康APP 常用的是檢測心跳數 運動的時候它自動檢測 而且可以檢測心電圖 我覺得這次對心臟有問題的人很有用 最後是測定睡眠的APP 有一個從蘋果出來的APP 它的測定也好是好 可我用第三方APP 測定的結果也不錯 特別是早上鬧鐘的時候 它用Taptic Engine叫醒我 我個人認為Taptic Engine的感覺很柔軟 可實際上戴著手錶睡覺不舒服 所以我最近沒有帶Apple Watch去睡覺 那我開始講 剛剛提了我常用的三個功能 通知、運動、聽音樂 首先是運動 運動APP呢 它有蘋果提供的基本APP 或者你可以下載第三方APP 對我來說 我散步的時候用蘋果的基本APP 跑步的時候用Nike的APP 我們帶著Apple Watch出去運動的目標是什麼 想要把iPhone放在房間裡出去運動 對吧 可GPS model沒有iPhone 什麼也做不了 那我們怎麼辦 大家想知道吧 沒有iPhone GPS model也做得很好 因為它裡面有GPS 所以可以記錄 爬步的距離走路的地方 都是在機圖上表示 比較正確的測定距離和速度 運動完之後 回家把運動的內容 跟iPhone自動同步 運動的項目很多 最下面你可以追加更多的運動項目 如果在這裡沒有你願意的運動 你下載第三方APP也沒問題 我平時出去散步 按這個三個點可以設定四個目標 而且運動的結果 可以在Apple Watch的活動APP上確認 或者在iPhone的FitnessAPP上 詳細確認運動的結果 有意思的是 運動的話 可以完成這個環 所以想要完成這個環 網友讓我在這裡可以確認我得到的像張 我達到目標的話 它給我各式各樣的像張 下次是聽音樂 首先我現在用Apple Music 所以我可以用Apple Watch操作 在iPhone上聽的音樂 而且用Apple Watch可以聽iPhone裡面的音樂 這時應該用藍牙音響或者藍牙耳機 音樂從Apple Watch的Speaker不出來 基本上GPS model沒有iPhone 不能聽iPhone的音樂 那怎麼辦 你放心 把音樂放在Apple Watch裡面就行 首先把音樂File放在iPhone裡面 然後把它傳送到Apple Watch 或者你用Apple Music的話 在Apple Music上下載願意的音樂 傳送到Apple Watch就行 這都是做在iPhone的Apple Watch APP 所以出去散步 跑步時 只拿Apple Watch和藍牙耳機去的話 可以邊聽音樂 邊散步跑步 最後是通知 不但收到通知 而且用Apple Music可以先送個短信 可惜的是 在已經存在的聊天事上 可以送個短信 比如說 開闢LINE APP 送個短信 沒有鍵盤 一般來說 送表情符號 已經設定的文章 微音短信 或者用聽寫打字 聽寫功能做得非常好 除了中文之外 韓文、日文、英文都沒問題 啊!冬天的天氣很冷 當然受到通知的話 以這些方式會回答 還有用Apple Watch可以打電話 接電話 有奇怪的是 電話的時候 可以用Apple Watch的Speaker來通話 比如說 我打電話 不需要藍牙耳機 可以通話 這是太忙的時候來電話的話 Apple Watch會幫我的忙 我覺得這是最大的優點 不需要看iPhone可以確認通知的內容 可以回答 打電話 接電話 這樣的功能一定會讓你滿意 最後我個人認為 它最大的缺點就是它的電池說明 每年上市新的Apple Watch 它的電池也增加了 不過可以用一天 大概24個小時左右 當然不用的時候 充電的話 沒有電池不足的問題 而且我們晚上回家 在家不需要戴手錶吧 那個時候充電 充電的速度也很快 可問題是 對我來說 如果去旅行兩天一夜 或者長時間離開家的話 我何必帶Apple Watch去旅行 因為它有24個小時左右的電池 為了充電 我應該帶它的充電線 在飯店充電 推放時 又帶充電線回來 很麻煩這樣的過程 所以我去旅行的時候 帶著去想 跟Apple Watch相比 有的Smart Watch電池廣場 這是的確它的缺點 很可惜 今天我長時間講了 用了Apple Watch半年的感想 Apple Watch確實很好東西 至少購買Apple Watch 不會後悔 可平時沒有戴手錶的人 想要買Apple Watch的話 我不推薦那些為女士先生 雖然她很Smart 不過她也是一個手錶而已 謝謝 看到我的影片 大家新年快樂 謝謝啦